我们现在server市场已经占了大概一半的市场了 所以你们是最大赢家 不能这么说了 刚刚开始吧 但是我想就是 假如你们没有用过切GPT的你们用开 而且强烈建议你们用这个付钱的 一个月600块600多块钱台币 绝对花得来 他给你一个答案 你说600块就回来了 以后你AI的server 就是这个电力的需求会变高 因为它这个运算能力要很强 那因为呢 你电力用的大 所以你这个散热也是个大问题 所以以后呢 你光光靠这个风扇来散热 已经是不够了 那当然就台达在这个资料中心 还有散热方面已经做很久了 因为这些大厂都有联系 你不管是品牌厂 或者是这个加工厂 比如你刚刚讲广大 我们都跟它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想这一点对台湾整个ICT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事 那我都希望说全世界 你现在还有欧规啊 有美规啊 还有那个中国的那个国标啊 我都希望说以后就跟这个电脑 这个Type-C一样 你统统把它这个统合起来 你这个车子 比如说你要从这个国家 开到另外一个国家 你不会说要找不同的充电桩 找不同的这个街头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觉得这是好事 是不是 我跟你们 我们欢迎来 我 是